看我视频的基本都是司机驾驶员 也每天都会开车 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现在开车 还会严格按照架口的要求 转弯超车便道 靠边停车的时候 打转向灯吗 我敢说百分之百的人 肯定都会有 不按规定打转向灯的时候 比如说等红灯的时候 想别的事 走神了 预灯亮了直接起步 转向灯就容易忘 或者说在便道的时候 通过后视镜开下后也没有车 或者有足够的安心距离 也就不打转向灯了 我也是经常会这样 还有就是明明在 右转左转车道 只能右转或者左转 感觉也没有必要打转向灯 变道转弯 不打转向灯 你并不能及时将自己的行动意图 传递出去 所以很容易 与前面或者后面的车 发生寡痛事故 不提前开转向灯 不留安心距离 直接并线 让其他车辆来不及反应 就特别容易导致吃火 那我们开车上路 在需要使用转向灯的情况下 我们不打 是不是违法 会被扣分罚款呢 根据道路交通安心法 实施条例规定 向左转弯 向左变道 准备超车 时机停车点 或者叫走的时候 应该提前开启 左转向灯 向右转弯 向右变道 超车完毕 使用原车道 靠路边停车时 应该提前开启 右转向灯 机动车驾驶证 申领和使用规则 附件三 道路将从安全法 违法行为几分分值 第五条第一项规定 不按照规定使用灯光的 可以罚款20到200元 驾驶证扣一分 虽然在法律上 有没有规定 但实际实施的情况 并没有那么严格 全国90%以上的城市 对不使用转向灯 都不进行出发 但是如果不按规定 使用转向灯 出了事故 那么在资金花费上 肯定会占更多一些 作为一个司机 天天开车 我们肯定也会觉得 偶尔一次不打转向灯 也没事 确认侠口放安全之后 电到拐弯 不打转向灯也没事 反正只要不出事故 怎么都没事 但是呢 一次没事 两次没事 外面也就疏忽了 就害怕养成了 不打转向灯的习惯 虽然在城市道路 不打转向灯不出发 但是现在 在进入或者使出 高速路口时 是必须要使用转向灯的 不打转向灯 罚款200不扣分 已经有很多很多车主 被出发了 转向灯 就是为了起到 进行其他车主的作用 打转向灯 也是一种有素质 遁守交通规则的行为 所以我们要 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对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